美股周一收高 道指收涨460点 科技股领涨大盘 道指成分股安静涨超4% 苹果涨约3% AMD涨超5% 花旗等涨超2% 追随常债收益率飙升的表现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推文称 将于周一下午6点半离开沃尔特里德医院 呼吁美国人不要害怕新冠病毒 尽管特朗普身体好转和刺激法案谈判有望取得进展的预期提振了风险情绪 但市场显然还需要更为清晰的进展 且随着美国11月初大选的临近 选情的变化也令投资者更为紧张 有分析怀疑特朗普的真实身体状况 并表示投资者倾向于继续观望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目前市场还将继续关注美国刺激法案以及大选选情进展 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我们下期再见